暧昧又温暖地争拿房内,一对陌生男女正在切磋武艺,他们是刚认识不足24小时的学生家长,两人或许是棋风对手,又或者是深山之中无人骚扰,也可能是情感压抑太久的原因。 总之,他们这场有关于爱情的切磋,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,才算告一段落。 然而,有谁能想到,这场看似不道德的游戏,会是一次心灵救赎。 故事发生在芬兰的冬天,乔美珠借休假的时机,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儿子,慕名来到了赫尔新精医学院接受治疗时,遇见了同样带孩子过来治疗的引菌机。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后,乔美珠把孩子送到了学校组织的露营班后,有些放心不下,便准备驱车前往陪同。 不料,车则突然抛锚,郁闷之余,乔美珠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支香烟,打算用来消愁,却又发现没有带火。 乔美珠气急败坏地躲着步子,心情十分差紧。 刚好这一幕,被站在路边的引菌机尽收眼底,他主动从车上取出点烟气,递了过去。 命运啊命运,异国他乡,偶遇同胞,让他们有一种别样的亲近感,两人处在雪地中聊了起来。 当引菌机听说乔美珠是想要去露营地看望孩子时,他主动提出一同前往。 就这样,这对陌生男女坐上了同一辆车子,穿过了坠满白色的枫树林。 引菌机把车子停在了一片雪地上,从这里刚好可以看见孩子们的露营地。 两人站在雪中,远远地望着那边热闹的景象。 乔美珠心中那份担心,才算随之消散。 为了表示感谢,乔美珠提出要请引菌机吃饭。 餐厅内温暖的灯光下,两人对面而坐。 席间他们聊了很多,一直聊到入夜才想起来该回家了。 可此时窗外已经营装素果,道路也被此番美景封住。 面对这般情况,乔美珠二人只好在此留宿,这一住就是三天。 在此期间,两人渐渐开始无话不谈。 言语上的投机和灵魂上的契合,让乔美珠竟然生出一种狠狠叛逆一次的冲动。 这天清晨,屋外天寒地冻,大雪在空中无休止地舞动着。 闲来无事的二人,不约而同地前往林间漫步。 走着走着,看见一间冒着热气的桑拿屋。 两人对视一眼,默不作声,接着极为默契地走进了房间。 不知是屋内热气熏红了乔美珠的脸颊,也不知是乔美珠心中那团火焰在武当作祟。 总之,此时乔美珠脸上突然浮现的那团红韵格外迷人。 望着眼前不可多得的美景,尹俊姬呼吸有些急促。 然而就在这时,乔美珠悄悄地闭上了双眼,满脸写满了渴望和期待。 看到这一幕,尹俊姬不再继续犹豫,瞬间化身一头恶狼,扑向了乔美珠那曼妙的腰枝。 随即,房间内春意盎然,那歇斯底里又惊久不绝地呼喊声,惊得候鸟纷飞。 在这漫天白雪中,在这个温暖的桑拿房内,两人建立了一段美好健康又不拖泥带水的关系。 甚至,他们都没有留存彼此的名字和联系方式。 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,或许也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结局。 不久之后,乔美珠回到了首尔,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忙忙碌碌,继续面对丈夫的冷暴力,继续艰难地带着孩子生活。 乔美珠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,本以为那段禁忌之恋到此也就结束了,可不曾想,两人再次偶遇。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,乔美珠正在自己的工作室擦拭橱窗,不经意间抬头,突然看见尹俊姬远远地走了过来。 与此同时,尹俊姬的目光也挪了过来,四目相对,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。 片刻之后,乔美珠强装正顶,像招待老友一样,将尹俊姬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 这一次,两人总算交换了名字和联系方式,看来啊,命运并未打算让这对已婚男女撇清关系。 第二天,尹俊姬再次出现在乔美珠的工作室楼下,两人无需多言,只是一个眼神,便窥见了彼此的心意。 乔美珠放下了手头的工作,跟着尹俊姬来到了她正在设计的展厅。 四下无人,两个孤单的灵魂愈发亲密,两双手紧紧地牵在一起,眼看就要将爱意升温。 好巧不巧,尹俊姬的朋友突然造访,这场本该欢愉的游戏自然也就随之结束。 这种好事临头,假然而止的感觉实在憋屈。 乔美珠满心愤懑地回到了工作室,将所有的情绪发泄到了工作之上,可直到深夜,依旧没能止住心中的幻想,尹俊姬同样如此,于是她又来了。 幽静婚暗的公司走廊里,尹俊姬急不可耐地将女老板乔美珠拽进了办公室,夜色和暖风成了爱情最好的脆化剂。 乔美珠彻底沦陷了,热烈的爱让她冲破了一切束缚,此刻她只想牢牢地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愉悦。 许久之后,尹俊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乔美珠的怀抱,回到家中,又要面对令她手足无措的家庭了。 妻子莉莉安的躁愈症愈发严重,仅仅因为她回家晚了半个小时,莉莉安便开始大发脾气,甚至还上演了一番寻死灭活的跳楼戏码。 莉莉安的疯癫不仅把尹俊姬折磨得焦头烂额,还把女儿吓得尿了裤子。 唯独,莉莉安作为戏中人,闹了一番之后,就若无其事地回到房间倒头就睡。 面对妻子的举动,尹俊姬更加怀念乔美珠带来的温柔。 郁闷之余,尹俊姬失落地来到了房间,结果看到眼前一幕,更加绝望。 莉莉安服了大量的安眠药,已经倒在地上,没了动静。 尹俊姬连忙将其送往医院,一夜过后,才算是脱离了生命为止。 第二天一早,岳母闻讯赶了过来,不仅丝毫没有怪罪尹俊姬的意思,还主动替女儿向尹俊姬表示了抱歉。 原来,自从莉莉安生了女儿后,就患上了抑郁症,这些年,她已经不止一次闹自杀了。 岳母十分清楚尹俊姬在此期间受了多少折磨。 因此,为了让女婿过两天清静日子,岳母把莉莉安接回了自己家里照顾。 这下子,尹俊姬彻底成了自由人,和岳母匆匆告别之后,她连夜赶到了乔美珠工作室的楼下。 可惜,此时乔美珠已经回到了家中。 不过,即使乔美珠不在,尹俊姬也没有离开,她在车里窝了一夜,只为靠近这个能给她带来温暖的女人。 第二天一早,乔美珠来到工作室,她急着去釜山出差,并未留意到尹俊姬的车子,直接走了过去。 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乔美珠的包落在了办公室,于是便折身转回,恰好看到了尹俊姬。 只见她蓬头垢面,脸上写满了疲惫。 看着尹俊姬这副模样,乔美珠心疼不已,急忙将其揽入怀抱,用自己的体温帮她疗伤。 好一番狼情惬意之后,乔美珠将助手打发走,坐上了尹俊姬的车子。 一路上,两人谈笑风生,尹俊姬刚才还是一个遭遇中年危机的阴遇男人,转眼就变成了眼神亲切的雀跃少年。 不得不说,爱情是一剂疗伤的圣药,足以抹平一切心伤。 到了车站,乔美珠向其挥手道别,尹俊姬依依不舍地缓缓离去。 火车上,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,乔美珠心情有些失落,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所有情绪都被尹俊姬站了过去。 伤心之余,乔美珠拨通了尹俊姬的电话,想要听听她的声音, 却发现电话那头一直都是嘟嘟嘟的盲音。 乔美珠刚准备取消拨打,一个男人突然坐在了她身边,正是本该离去的尹俊姬。 唉,情字难懂,她又何尝不是被乔美珠占据了所有的情绪。 看到尹俊姬的身影,乔美珠顿时感到心安,途中,乔美珠剥了一个鸡蛋,亲手喂给了尹俊姬。 而尹俊姬则是像个调皮的孩子一样,一口吞了下去,还猛地吻上了乔美珠的嘴唇。 两人这般模样,像极了一对单纯懵懂的小情侣。 快乐的时光十分短暂,乔美珠到站了,尹俊姬只好落寞离去,回到首尔,她订了一间房间,等待着乔美珠的到来。 夜晚,尹俊姬拨通了乔美珠的电话,虽然嘴上只是说着,只想听听她的声音,可乔美珠知道,这是情人无言的邀请。 乔美珠不远万里,连夜赶到了尹俊姬所在的520房间。 昏暗的夜色下,这对有情人的呼吸声愈发急促,尹俊姬俯身半跪在了乔美珠身前,为她退去了疲惫的高跟鞋。 随后,自然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游戏。 三分钟后,尹俊姬心满意足地点燃了一只事后烟,而乔美珠则是如同一只疲惫的小猫,浮在她的胸膛。 这一幕,让人看得真是如痴如醉。 一次又一次地偷尝禁果之后,乔美珠彻底陷入了爱情泥潭。 后来的日子里,她变得一发不可收拾,渐渐主动了起来。 在一个寂寞的午后,她主动找到了尹俊姬上次带她来过的展厅。 却不料,被学姐告知,尹俊姬此时正在医院,照顾病重的妻子。 学姐的话,让乔美珠的内心产生了动摇。 之前,她和尹俊姬在一起时,从来不去想家庭的羁绊。 可当被人提出时,她还是无法释怀。 于是,到了夜晚,尹俊姬再次找来时,她向尹俊姬提出结束这段感情。 不明所以的尹俊姬一头雾水,自然不愿就此答应。 第二天,大雨倾盆。 乔美珠送孩子上学时,尹俊姬再次找来。 两人说话时,结果不小心弄丢了孩子。 这一下子,乔美珠彻底崩溃了,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幸好,尹俊姬还足够冷静,载着乔美珠沿途回去找。 终于在一处池塘找到了孩子。 土中,孩子提到要去海边观光。 尹俊姬没等乔美珠下决定,就擅自掉头来到了海边。 这里晴空万里,私下无人。 乔美珠不受控制地钻进了尹俊姬的怀中。 阳光赶走了两人内心所有的阴霾。 他们的感情自然也重归于好。 一番缠绵之后,他们各自回到了家中。 乔美珠需要面对的依旧是丈夫的冷漠。 而尹俊姬的妻子莉莉安却好似变了一副模样,主动做了晚饭,还讲了一番肺腑之言。 对不起,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你的庇护下成长。 与其说你是我的丈夫,倒不如说是我的父亲,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有我照顾你。 妻子的一番话,让尹俊姬内心有了触动。 他心情复杂地独自站在阳台,心中那个装有家庭和情人的天平,第一次发生了倾斜。 许久之后,他忍痛做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回到家庭。 隔断与乔美珠之间的感情。 于是,他拨通了乔美珠的电话,表示想要再见乔美珠一面。 毫不知情的乔美珠还以为是尹俊姬急着,想向自己宣泄爱意。 于是,急忙离开房间,打算前往老地方520房间,却不曾想,刚好被丈夫撞了个正着。 如此一来,乔美珠彻底撕破了那层遮羞布,执意要去见尹俊姬。 来到酒店后,乔美珠等了又等,却始终没有等到尹俊姬,他爽约了。 乔美珠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,随即打算给尹俊姬打电话,询问室友, 却不料刚打开屏幕,就看到了尹俊姬的短信。 我们结束吧,请原谅我不敢面对你。 一年后,乔美珠离开了家庭,独自搬到了那个漫天大雪的芬兰生活。 原本以为,逃离了就能摆脱过去,可命运无常,尹俊姬一家机缘巧合也搬到了这里。 更巧的是,他们来到这儿的第一天,就碰到了乔美珠。 两人隔着玻璃窗,静静相望,无人更进一步。 直到乔美珠转身离开,尹俊姬才想起追出门外。 可当他在望向女儿纯净的目光时,他最终还是没有追上。 影片结尾,那条他们相识的雪路上,两人一前以后,不受控制地红了眼眶。 热泪落地,也意味着他们的感情彻底结束。 在家庭和爱情之间,他们最终的选择,还是回归到了原店。 在家庭和爱情之间,他们最终的选择。